大家好,欢迎光临大鱼食堂 今天我们来做简单又好吃的咖喱牛肉干 准备一块牛瘦肉 顺着牛肉的纹理切成片 厚度5毫米左右 太薄容易烤脆 厚了又不容易烤干 这个厚度刚刚好 牛肉片可以切得大一点 煮完会缩水 把肉片放在锅里 放两片姜 加水没过牛肉 放一点料酒去腥 在炉子上加热煮开 这时候拿一个炒锅 准备调料 我放了两勺糖 三勺生抽 一勺鱼露 和一大勺咖喱粉 锅里的肉片煮开以后 中火煮5分钟 彻底去除肉里的血水 然后在水龙头下 把肉冲洗干净 把炒锅放在刚才煮肉的灶头上 不用开火 搅拌 用炉子的余温 让糖融化 把肉片放下去翻炒 让两面都沾上酱汁 让两面都沾上酱汁 放10分钟 让肉入味 我用空气炸锅来烤牛肉干 如果做的量大 用烤箱也是一样的 把肉片平铺在底部 刚好可以铺满一锅 140摄氏度 先烤10分钟 10分钟后 肉的表面已经非常干爽了 但内部还偏软 我觉得咖喱色不够 又撒了一点咖喱粉 再烤5分钟就可以出炉了 烤的时间跟你的肉片厚度有关 你可以自己调整 牛肉非常入味 干而不硬 又香又有嚼头 好吃到停不下来 400克牛肉 做出来的牛肉干是150克 这个做法简单省食 但是不适合做带筋的牛肉 放凉后装盒密封保存 这一小盒其实也吃不了多久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评论转发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